我们再看一个640的 是铝的外观的 看得出来都是铝版的 颜色就看得出来 一般是白颜色 它这个是铝的颜色 也是同样的640双轴的 我们上次可以看一下 这个蒙是美式门 那我那一台 跟这个布局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个水池 加一个延伸板 全部连成一个长台面 连到那边整个都是了 热水器是在这个位置 有缘机是一个下沉式的 这样的一个有缘机的一个布置 这车内做的话就完全没啥问题了 我们看上面是两个吊柜 气罐的话应该放在这底下 下沉式的 它有一个占用空间的 没气罐放在这 两个没气罐 两个气罐就分别管 一个罐做饭的 一个罐热水器的 它单独的不需要 三角阀分开了 我们再看卫生间 一个弧形的 这样的一个小的立盆 这样一个马桶 起早把这个转过来一点 房车的卫生间 有这个空间还算不错了 有一个外置的 背外的一个排风扇 这有个镜子 反正小是够小了 够迷你了 那这边的话呢 是冰箱和蒸烤一体箱 我们的冰箱比它做的高一点 做到这个位置 冰箱 微波炉 或者蒸烤一体箱 就到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柜子就大一点 我们那个柜子就没这个大 它有所得 然后我们看这个沙发做起来怎么样 舒服不舒服 沙发深度完全蛮好的 颜色是一个浅灰的配置 这个桌子是这样转的 可以转到这个角度 你觉得碍事的话 就把它推到边上就可以了 我坐在这边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桌子的灵魂性 还是很强的 右脚都可以放 两个人面对面在喝茶 这样也是一个方案 那这个走道的空间 就非常宽敞了 三个人同时用餐 是很宽敞的 用个小枕头 说个床不知道 我来拉拉看长度 这个床的尺度够不够 去武装 或者说有时候人家来睡的话 也够不够 睡个小孩子 也还行 一米八 够 一米八 这个也是一个靠枕 这边大家应该看过 这样的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打开 能够化妆 你化妆品就放在这里面 一个一个 九宫 九宫格 这上面也可以摆一些装饰的 床我也给大家量一下 床的 它这个另一部分是两米二的 去掉这个二十公分的里面 这个床其实长度是两米的 应该是蛮够标准的 我们来宽度把它量一下 一米四十二 属于一米四的床 应该可以标准 差不多一米五 就看你需求 如果体格比较魁梧一点的 这个床可以定制到一米五 甚至一米五十五都可以 或者一米六 这个你根据你需要 因为定制的 床垫也是可以 这里面两个就是可以放一些小的物品 放在这里面 床头柜一样的 两个床头柜 我做的那个是带电斜坡的 它这个是平直的 有插座 两百二的 有点烟器 这个就是插手机重点 这个也是插手机重点 包括这个阅读灯 它的洗衣机设计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跟衣柜搭档是正好的 因为衣柜呢 不需要落地 衣柜的高度 跟人一样 搞挂衣服 长衣服 短衣服 都可以挂到这位 那下面就设计一个 洗衣机的一个位置 这都是客户的 一一柜就这样 上面这个空间 设置一个小米的空调 这一个是四路监控 整个监控 一米了了 然后两边都有柜子 上面都可以吊柜过来 这边也是的 全部是吊柜 包括这一排的操作台 非常的长 这个操作台的长度 我给大家量一下 这个操作台的长度 是蛮长的 一米六十三 宽度应该在四十吧 三十九 宽度三十九 然后这些抽屉 这些储物空间 包括这个是鞋柜 都是非常充裕的 这个家具都是铝板 包括这上面的 这些软板的 铝制的家具 里面的材料是玻璃缸的 底板 顶上也是的 内部的这个高度 达到了两米 一般的房车里面 一米九到一米九十五 这个达到两米 看我手伸上来都 都比较比较那个高 这个中间是一个排风扇 我们看它的 这边 这一侧 就是控制面板 控制灯 两个水箱 净水箱 清水箱 灰水箱 逆变器 这个应该是三千的逆变器 我那是装了个六千的泥变器 那包括这两个吊柜 都是装满的 好 那么我们讲一下 这个车的最大特点 也是一个通透性 从前到后这个通透性 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的一个储物空间 大的吊柜 包括大的衣柜 包括在这个底下都有车梯 房底下就不用说了 两面放工具 放在外置了 外置储物方案 或者外置 包括 这底下都是储物空间 这边就是一排 八个抽屉 五六个吊柜 这样大衣柜 储物空间非常多 你生活当中 摆一些小物品 也是摆得很方便 配置方面 像洗衣机 暖风机 冰箱 卫生设施 包括蒸烤一体箱 反正一般的配置都到位了 包括那边油烟做饭的 这种油烟机 我也是很欣赏的 为什么 它在车内做饭 以后是个趋势 因为你上了车之后 整个车辆关起来之后 你就是你自己的小家 外面有什么影响 影响不到你 那除非你说 你要出去露营了 摆桌子 那另外一回是你摆个 折叠桌到外面 吃吃饭都可以 很多时候 你都可以在车内 单独的 私有的空间 空间要宽敞 所以这个车的一个布局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还是觉得很可以借鉴 或者很可以考虑的地方 包括整个头部空间 高度空间 都还是蛮不错的 除了这样一个固定的大床 1米4或者1米5的大床之外 这样一个沙发 也可以作为一个沙发靠床 除了这个木板之外 是铝的 这些都是铝制的 那么轻量化 这种色调 木纹的色调 你感觉不知道是铝的 感觉就像木纹的 配上这个窗帘 从这个窗到这个床 到这边 一路过来到这边的窗 全是有窗帘的 所以说 那个温馨感还是不错的 你都可以拉齿 其实我们房车出去 有时候 它是移动的家 有时候就要这种 在家里面 温馨的感觉 你就有好多还没装完 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味道 全铝的 包括外观也是铝的 朋友们问我这台车辆的配置 配置是这样的 它的清水箱是210升 灰水箱是90升 水和电 电的配置是按照你需求的 它可以定制的 你说要5度电 要8度电 要10度电 都没问题 水电配置都不是问题 洗衣机冰箱这些都不是问题 包括油烟机下沉式的 我应该做的 是 有时候 我应该做了 你